我回答這個問題是關於聖靈的洗 在釋蘭傳一章五節 約翰是用水絲洗 但不多幾天,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這裏應變在五巡節那天,聖靈充滿他們 有些人覺得這是一次性的事件 但在釋蘭傳二章十七節那裏說 神說在門口的日子可以將我靈散凡有血氣 你們的兒女月雪而言 少年人見異象,老年人作而夢 然後說到有神跡歧視 然後說這都是在主大而可惠的日子味道而先 主大而明顯的日子味道而先 那裏說到日頭變黑暗 所以應該是講到末日的 即是說由初期教會至末日的時段 都會有聖靈的工作 而那裏列出其中一些聖靈的工作 就是雪兒言、見異象、作異夢 所以在這裏我們看到聖靈的洗 就不只是有聖靈的內住 其實門徒他們已經有聖靈的內住 因為譬如耶穌和彼得說 這不是血肉指示來的 是天上的父指示來的 其實人會有悔改、信主、神的指示 都是他已經有聖靈的內住 凡是得救的人已經有聖靈的內住 所以這個聖靈的洗 就不是指到聖靈的內住 而是指到聖靈的充滿 即是一個強烈的經歷 讓他們特別有一些超自然的運作 另外的經文 譬如馬口福音十六章 說到奉耶穌鳴趕跪 想運病、病人就必可了 科林多前書十二章 說到楊壽靈的恩賜 都有說到超自然的恩賜 就是行義能、醫病、先知、番方言、雪方言 所以這些都是給我們看到的 一個更加強烈的聖靈的工作 不單止是內住 但我自己就選擇不用聖靈的洗這個字眼 因為聖靈充滿這個字眼 就更加明顯清晰 還有更多經文說到 一個更加強烈的經歷 所以我就會選擇用聖靈充滿這個字眼 意思是否聖靈充滿等於聖靈的洗 如果看經文 就似乎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第一次聖靈充滿就是聖靈的洗 似乎是這樣 這樣的解釋比較合理 其實我也選擇不用它 就是聖靈充滿 那就簡單一點 就不會讓人有混亂 因為人很難 如果跟人去談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專注在聖靈充滿裏面 聖靈的教導是比較多一些 明顯一點 還有我都未必用聖靈充滿 我只是說你更加親近神 更加跟神有密切關係 你更加愛耶穌 更加留意聖靈給我們的感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經歷到神的平安 我昨天在港道時有列出 神會給我們平安 拿走重膽 명善 會更新生 會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會要解放 我們親近神 就會受到真實的工作 在傳統的教會或未經歷聖靈的人更加容易接受 我們都可以問他有沒有任何感受或經歷 他說我有 那些已經是 由小到多 所以我就不會像一個位 其實聖經也沒有一個位 這個位之後就是聖靈充滿 這是一個進度進度 而聖經也說到信的人也有神跡除了 包括手腕病人就必好 他們去祈禱 他們有經歷 然後他們處理生命 又按手 人人會經歷 這樣來說 傳統教會都會接受那些字眼 聖靈充滿他們沒有 但是神的平安 神的愛 神的醫治 感動 他們就容易接受 我傾向於用這些字眼 這樣就會引起爭論比較少 我們教會就會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教會是在行一個 discipleship program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 section是說聖靈充滿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他們其實都接受 他們接受 但他們都不能夠解釋到 給其他人聽 即是給我們聽 甚麼是聖靈充滿 因為其實 牧者自己覺得 他都不是很經歷過 所以他說 他很坦白地說 有些事情他都沒有經歷過 他都不知道怎樣跟我們解釋 他就問了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然後呢 有些人就會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他又 他又說不是 那你自己有沒有分享給他們聽 我們不是在那個class 我們不是在那個class 因為我自己在阿牧師那個class 所以有 阿牧師就比較近一點 OK 那我已經聽到我已經覺得非常好 因為他都會說到這個topic 那時候 當你有機會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分享他們的經歷 還有一些人的生命改變的時候 分享的經歷 尤其有一些很特別的更新 譬如有一個人 其實你們的更新已經很特別 那這個見證 你除了口說 你可以寫出來的 其實我也有上台說過見證 哦 那你呢 上台說見證是非常好 還有寫出來 就把那個細緻的 你的改變 寫出來 那人就看到之前之後的分別 就會更加清晰看到 我來講 我就 剛才我都列出了一些 聖年充滿其實是包括很多東西 其中其實最重要的是靈面更新 這個可以說是最終的目的 但起初就是經歷 平安、輕省、心靈醫治、安慰、釋放被老的 就是所有的捆綁 內心裡面的捆綁 然後跟著到超自然的神跡 和靈命的更新 這個 其實我會定義就是說 就是跟神有物質關係 然後會經歷到神的屬性 平安、興省、喜樂等的神的屬性 然後就靈命更新和神跡其事 神跡其事的目的在馬克福音16章20節 就說到用神跡除了證實所傳道 目的就是傳道 就是證實神的話語 這個就是我的目的 我想我講回我個人的 我昨天跟你們分享一些 關於我最初信主的時候 神要我和我媽媽去播好的時候 那些經歷我自己都覺得已經是很大的感動 神明會給我一些畫面看 那些算不算是 其實已經是經歷聖靈 不過我想說經歷聖靈和聖靈充會是兩回事 經歷聖靈其實有很多人有時候 某個情況敬拜、討告 忽然間很感動 已經是經歷聖靈 其實譬如很多人初信主都會覺得強烈一些 都會知序、悔改 忽然間很大改變 已經是聖靈 這些全部都是聖靈工作 其實我都是說 聖靈工作是由最淺到最深 但是聖靈充滿就是 聖靈充滿都有兩種的 一種在攝蘭傳說到 門徒又被聖靈充滿 似乎在那陣子有個高潮 但是也有個意思 譬如在廣道選了七個執事 就說選了七個是有智慧和聖靈充滿的 這裏講到應該是一個行狗的關係 很多人是經歷過一次 但是他沒有保持 他不懂得保持 又不懂得運作 聖靈充滿就是這個定義 長期的說行狗是被聖靈充滿的 行狗有這種關係 但是隨時可以 我會這樣說 哪些人是行狗呢 第一去到就是 他隨時可以經歷聖靈 隨時愛慕神 立即會感受到神的平安 興散 平安興散就容易一些 有些人會有喜樂 愛、感動、火熱的心 行狗也會有一種火熱的心 這個就是聖靈充滿 第二就是 他會討告的時候 有更多的神跡 其實普通人都會 基督徒都有的 因為信人都有 但是聖靈充滿是沒有的 是更多的 我自己就發現 有很多人 在祈禱的時候 和他祈禱 都很明顯看到他改善 或者醫好 這個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一個就是 隨時經歷聖靈 也隨時有聖靈的激勵 然後就是他帶著神跡歧視的能力 即是說我們 神去主動給我們感動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經歷到神 但是又不等於是聖聖 因為我們平時很少去 我想是那個 definition的問題 其實是否差不多的東西 還是完全兩點 其實我先說 就是那個 程度 對 程度到心 但是聖靈工作 其實任何信徒都有 他會有感動 但是感動也有淺和深 有些 例如我自己 我會有一種 迫切的推動力 其實我可以休息多些 我可以打多點網球 我喜歡打網球 如果我沒有那麼多事奉 我可以每天都去打 但我會選擇 我的生命是更加重要的 其他人 我會選擇去祝福人 這種是一種 催逼的 但有些人不是的 你很明顯看到他 又要做這個 又要做這個 即是沒有不動力 所以 由 小小的感動 到行狗的感動 迫切的感動 心裡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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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想他們改變 神真的好 那種感激神 這些都是有迫切的 和輕輕的 這就是程度 是 即是我們Fill up 了多少 可能有些人是30% 我會這樣 這樣應變 很多方面的生命更新 是有程度的 例如 收神的訊息 我現在很明顯 我經常都收到神的訊息 就是教導 即是我在祈禱 我又會收到訊息 我有時在教導 忽然間又收到 立即收到有個新的意念 從我都沒有想過這樣表達 這也是一種形式 處理罪 處理生命 又是 敏感程度 去到 少許的擔心憂慮 壓力 已經覺得 我不需要有壓力 因為 耶穌說 他的壓力是容易 但只是輕省 我可以活得輕省 這已經有一種問題 我會立即收到 留意到 我裡面 這都是聖靈提我 提我 讓我知道 那些事情 需要處理 所以 敏感程度 對於罪 對於 任何壓力 負面的事情 對於 如何發揮生命 都有一種 強烈 和更加頻密 和深度 深度的影響 譬如有些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有什麼所謂 敏感程度很明顯 但有些人會很留意到自己 甚至有時 我們會見到 有些基督徒很久 甚至 傳導人 都會對於 有些罪不敏感 他會覺得 他會覺得 對別人 沒有所謂 他們這麼不好 當然要敏感 這缺乏了一種敏感 但我又不是叫人批判 跌人 即是說 我們留意到 原來是有程度 我們就追求 更加 像主 和更加在神的旨意的中心 很明顯比較 就是 在天堂的基督徒 不斷起落 是安和愛 因為地上的基督徒 有很多就是 煩惱 有很多重擔 這時候 他們 很明顯 聖靈的工作 是少很多 所以 都是有更新的程度 還有不同的範疇 有些人 可能有弱弱的地方 是 強弱的地方 是 當然 有些人 對於某些地方 不是那麼敏感 後天的 缺乏栽培 或者後天的破壞 但是 我說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 缺乏栽培 就是 因為人 包括思想 以至感情的魂 和靈 和我們肉體 有很多人的思想 沒有醫治好 沒有訓練好 健康正常的人 應該有的 但是 有很多人 他們的思想 是很混沌 混樂 在聖靈裡 譬如看聖經 他的明白程度 也會低 當然 他親近神 會更多 現在有些後天 他後天 他那個 總之 他栽培 或者受一些傷害 有些打擊 以至 他的思想 有些混亂 即 基督徒 都有這些情況 混亂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人 在某個範圍 就是 很不行的 是需要給神去醫治 改變 但是有很多人 又不懂得 所以他生命裡 有些部分 是缺陷了 譬如有些很多人 情感封閉了 他感覺不到 這也是一種 需要醫治的地方 就是他生命的缺陷 思想 意志 譬如有些人的意志 說了做 以後做不到 還有靈 靈能夠 和神相通 和強烈愛慕神 而身體也是 譬如有些人 沒有管理身體 經常有眼睡 經常累 經常痛 這些都影響 人 變成人得齊全 而個人恩賜不同 有些人恩賜是強烈 神給我 主要是一個教導恩賜 所以教導恩賜會強烈分辨 即是說 那件事怎樣解釋 和怎樣教導 怎樣清晰教導 神給我這件事 這件事當然要求 一定的思想是清晰才能做到 能夠簡單解釋給人聽 自己沒有一種障礙 譬如有時情緒的障礙 都會障礙我們去幫人 或者分辨一件事 譬如有些人曾經傷害過 他一遇到那些情況 他就會收錯信息 或者別人跟他說 他說 你正在攻擊我 但是如果一個人健康 就沒有那麼容易 那麼敏感 這就影響了他的學習 跟從神 以及教導 侍奉 意思就是 如果能夠健康一點的時候 其實他的事奉 或者跟人的關係 都會比較容易一些 對 全面性的健康 整體的健康 當然會更加好 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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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